不能快 这块不能快 快之后你们会听着特别懵的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 就是对于违约术 在针对表已经存在的情况下 向我表当中去添加违约术的一个写法 它的格式的话就是 然后写上表明 想表明 然后爱的添加 添加 然后的话写我们的这个 然后括号给扩起来 只不过在这的话 你看他给的这个案例的话 一次是把这两个 两个列都添加一个什么 违约术 对吧 我给大家去总结一下 总结出来吧 放在这 第二种情况 就是针对 针对已经创建好了的 情况下 然后的话是添加 添加我们的这个 唯一 违约术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的格式就是 澳湯 然后表明 然后呢 爱的 写上我们的这个 uniquare uniquare kouye 然后括号 然后括号扩起来 里面写上我们的这个 列明啊 然后分号给分个开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就是 它的这个 语法结果啊 一会自己去尝试一下啊 应该这样说的话 我们来去看一下啊 咱去找一个啊 比如说student的表当中啊 student表当中的话啊 我说了给我这个 这个表里边有啥来着 我去看一下这个表结构吧 DSC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student 知道吗 这是不是有姓名 年龄和姓标 我就把姓名吧 我说把姓名给他添加一个 我们的这个违约数啊 那我在这的话 是不是就写上我们的这个 Auto Pable 然后的话 我们说是student 对吧 然后呢 是add 写上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uniquare 对吧 然后括号给扩起来 是我们的这个 列明 是不是姓名啊 对吧 然后呢 括号给分个开 这个时候 我们去运行一下啊 走 是不是完成了 对吧 完成之后啊 咱们去刷新一下啊 每一次修改完成之后 记得去刷新你的表啊 然后再来去看表中的一个变化情况啊 呃 我们来直接看 是不是看了索引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然后点账 点账之后的话 是不是有了 对吧 就这个姓名给他添加了一个 唯一啊 唯一约数啊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就是 删除啊 删除约数 删除唯一约数的时候啊 它的格式相对来说 有要求了啊 前面还是不变 还是去相当于我们说 删除约数的话 也是对我们表的一种修改啊 Altetable 写上我们的这个表名 写上表名之后的话啊 修改这个表干什么呢 照顾删除 删除之后的话 后面啊 要去写上我们 index啊 index 这个index的话啊 其实就是 所以的意思啊 这三次翻过 就是所以的意思啊 照顾index 后面呢 写上唯一约数的名字啊 相当于约数的名字 我给大家去总结一下吧 三个啊 删除 删除唯一约数啊 他的格式就是 Altetable Altetable 然后写上我们的这个表名 然后呢 drop 然后index 然后写上唯一约数的名字 但这不是说是写的是列名了啊 这是唯一约数的名字 因为刚才他为什么写了内幕 这是因为我们总说 你如果不在 对默认的话 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列名是一致的啊 再加一个分块 我们来看一下 咱去删除 就删除这个姓名嘛啊 那我在这的话 就去写上我们的这个 是吧 Altetable 是吧 然后stilent 然后呢 是照顾 然后写我们的这个 是不是index 对吧 index 然后写呢 是不是 因为我这没有起名字 他梦想的时候和我的列名 是不是一样呢 对吧 然后姓名啊 然后分好给 文看啊 咱去运行一下 这不写名字不是在这 这不在这儿吗 你看 这如果你写名字 不是在创建表的时候 不是已经给他了吗 对吧 然后或者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啊 在这一块 在这个information啊 在这information里面啊 然后呢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这儿有去找到 去找到一个表啊 咱去找 找到关键词 有一个 嗯 constrains 这底下 table constrains 是不是这个表的这个约束啊 对吧 然后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呢 然后呢 去找到 找到你的表 就是这样去找的啊 然后找到你的表 这个表是叫什么来着 呃 这样是不是stodian啊 对吧 stodian啊 然后呢 这不是constrains 的内幕 这儿是不是有一个 你看这不是唯一 这个约束类型 在后面呢 约束类型 是不是唯一约束啊 对吧 然后呢 看着这个列名啊 constrains type 这个是约束的 类型 是唯一约束 然后呢 constrains的内幕 是不是约束的名字 然后在这儿呢 是不是出来了 对吧 我再说一下啊 是在这个information 这个库 我把字件 这个要库 先给关了啊 就是我们 我们当时在作案连接 之后是默认情话 是不是有四个库啊 对吧 也就是说约束的名字 是在这个information 这个库里面打开 打开这个库之后的话啊 去找到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表 这个表的话 你就找到啊 就是tableconstrains 表的约束嘛 对吧 翻译块就表的约束 往来去找 呃 在是不是在这儿 对吧 找到这个表之后的话 双接打开它 打开之后的话 你就找这个table name 先把你的表给找到啊 然后呢 比如说找到这个 呃 sail的代表 找到sail的代表 之后的话啊 来看他的这个 constrains type 是不是约束的类型啊 对吧 约束类型 找到我们的这个啊 uniqury 找到uniqury之后的话 往前找 找这一列 constrains name啊 然后就是姓名 就在这儿去找 就ok了啊 设设计表 你能打开 是吗 设计表 那个所影 也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啊 对 那个 那个只能查看 你唯一所要 比如说你当前 这个表彰 是不是有好多所影啊 对吧 哦 昨天怎么去看呢 你就从这里面来看 就行了啊 这是教大家 怎么去查找所影啊 我把这个库给关了啊 呃 我这个 我这个删了吗 还没执行 还没执行呢吧 对吧 没有 走 这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对吧 完成之后的话 咱再去刷新一下啊 刷完之后的话 咱就看当前的这个 呃 就看这个所影这一列 对吧 还有没有啊 就没有 也就代表着 我当前已经给删了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 呃 唯一所以啊 它的一个使用啊 相对于我们主件约束的话 它的这个写法上 呃 要求啊 就是它的格式的话 比较少一些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 唯一约束啊 嗯 照一个题啊 创进一个临时表 然后包括这四列 然后呢 为SNO添加一个主件 SNAME是唯一约束 然后呢 系别和年龄 SDPT是系别的意思啊 系别和这个年龄的话是 非空约束啊 然后我解个评啊 大家把这个题给做一下啊 我把给发给大家 大家先把这两个啊 添加唯一约束和删除约束 我先去尝试一下 尝试之后再来做这个题啊 我解个评 我先去尝试这儿 我先去尝试啊 我先去尝试 我先去尝试